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 民主党内部对于拜登总统在最近一次辩论中的灾难性表现仍然心有余悸 许多人担忧他能否击败唐纳德 特朗普 然而 拜登和他的团队已经决定不再谈论这一事件 并专注于竞选的其他方面 尽管党内有不少声音呼吁拜登退出竞选 他的家人和核心顾问依然全力支持他追求第二个任期 拜登本人也在努力安抚支持者 强调团结一致击败特朗普的重要性 面对这些挑战 白宫和党内的反应将如何影响接下来的选举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拜登的辩论灾难 民主党的焦虑与总统的坚定 在那场令人震惊的辩论后 民主党的高层显然依然焦虑 他们担心 乔拜登是否真的是击败唐纳德 特朗普的最佳人选 然而 拜登和他的团队早已不再谈论那场辩论 他们明确表示 无论外界如何看待 总统的参选决心不会动摇 正如拜登的一名助手所说 我们已经不再谈论辩论 专注于一个单一的任务 在11月击败唐纳德 特朗普 为了能够更加专注于竞选 拜登的助手们迅速转移注意力 重回日常工作 然而 这并不容易 周二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依然充满了关于拜登健康 精神状态和辩论后果的问题 来自华盛顿的外交官们 也在北约峰会上 对拜登是否能再次击败特朗普 表示焦虑 总统本人将在周四举行罕见的单独新闻发布会 必然会面对更多关于其政治生涯和健康的质疑 即便如此 拜登的一位长期顾问坚定地表示 拜登从未考虑过退出 他真心相信他是唯一能击败唐纳德、特朗普的人 这不是演戏 这位高级政府官员也强调 总统的家人 尤其是妻子吉尔和妹妹瓦莱利 对拜登的支持依然坚定不移 他们私下讨论过是否应该解雇一些高级职员 但最终选择全力支持81岁的总统追求第二个任期 拜登最近几天也亲自安抚那些紧张的支持者 包括致电捐助者和当选官员 在周一写给民主党议员的信中 拜登强烈呼吁他的党派翻过辩论这一页 如何前进的问题已经讨论了一个多星期了 现在是时候结束了 我们只有一个任务 那就是击败唐纳德、特朗普 然而 这些举措对一些沮丧的民主党当选官员的神经 几乎没有起到安抚作用 周二在国会山上 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民主党人告诉记者 会议上对总统的可行性有很多担忧 这些对话将持续到本周 一些人说 总统写给同事的信激怒了一些议员 他们认为这完全无视党内存在的真实担忧 他告诉我们去他妈的 一位众议院民主党人说 包括政府内部人士在内的民主党人认为 本周对拜登的政治生存至关重要 部分原因是国会山的议员们周二私下聚集进行每周会议 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民主党人都没有从会议中达成共识 尽管很明显在闭门会议中表达了担忧 在众议院方面 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在周二的众议院民主党会议上 听取了来自党团各派系的担忧和挫折 约有30名议员发言 只在让杰弗里斯和他的领导团队直接听取成员的意见 这是总统辩论后该小组的首次面对面会议 虽然民主党众议员吉姆·克莱本 一位坚定的拜登盟友 称这次会议非常积极 但另一位参加会议的民主党成员告诉CNN 房间里有一种悲伤的感觉 因为在谈论你爱的人 他显然在衰退 在参议院会议上 科罗拉多州参议员迈克尔 贝内特 俄亥俄州参议员谢罗德 布朗和蒙大拿州参议员乔恩 特斯特都表示他们认为拜登无法赢得选举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CNN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 舒默的态度是这是一种继承事实 他无能为力 如果参议员们认为他应该退出 他们应该给总统打电话 消息人士说 媒体也不放过任何机会 记者们继续向白宫施压 要求新闻秘书卡林 让皮埃尔回答有关总统健康和医疗记录的问题 让皮埃尔周二为他对媒体的回答辩护 承认过去几周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 他正在努力迎接这一时刻 在这场政治风暴中 拜登依然坚定地前行 他的团队和家人都在全力支持他 尽管党内外的声音不断质疑他的健康和能力 然而 对于这位81岁的总统来说 击败唐纳德 特朗普仍是唯一的目标 而这一目标也将决定他未来的命运 媒体贡献者 CNN的Nikki Carvajal Annie Greer Dana Bash Ted Barrett和Michael Williams 对本报导有贡献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瞧拜登总统于辩论中的表现 令人震惊地停顿后 近两周来 民主党内部仍充满着焦虑和担忧 许多党内人士怀疑 拜登是否仍是击败唐纳德 特朗普的最佳人选 然而 拜登及其团队 似乎已经不再关注这一问题 并坚持 他将继续参选 无论党内有多少呼声 要求他退出 民主党内部的一些成员 对拜登在国会山的支持减弱 表示担忧 尤其是在辩论后 但拜登的家人 包括他的妻子吉尔 和妹妹瓦莱利 对他追求第二任期的决心 全力支持 拜登的助手们表示 总统将专注于一个单一的任务 即在11月 击败特朗普 拜登最近亲自安抚了紧张的支持者 并在给民主党议员的一封信中 强烈呼吁党内翻过辩论这一页 他在信中写道 如何前进的问题 已经讨论了一个多星期了 现在是时候结束了 我们只有一个任务 那就是击败唐纳德 特朗普 他强调 距离民主党大会和大选 分别只有42天和119天 任何决心的削弱 只会帮助特朗普 然而这些举措并未完全平息一些民主党议员的焦虑 在国会山 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民主党人 对总统的可行性表达了很多担忧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 哈基姆 杰弗里斯 在会议上 听取了来自党团个派系的担忧和挫折 有约30名议员发言 虽然一些人称会议非常积极 但也有议员表示 房间里充满了悲伤的感觉 在参议院方面 科罗拉多州参议员迈克尔 贝内特 俄亥俄州参议员 谢罗德 布朗 和蒙大拿州参议员乔恩 特斯特都表示 他们认为拜登无法赢得选举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 舒默表示 如果参议员们认为拜登应该退出 他们应该直接与总统联系 白宫新闻秘书 卡林 让皮埃尔也面临记者们的压力 被要求回答 有关总统健康和医疗记录的问题 他承认过去几周是一个 前所未有的时期 并表示他的正在努力 迎接这一时刻 尽管面临党内外的压力和质疑 拜登和他的团队 似乎决心不再讨论辩论失误 并将重心放在击败特朗普的战斗上 他们相信 只有拜登才能成功挑战特朗普 并持续进行竞选活动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要强调的是 拜登的辩论失误其实只是意外 并不代表他无法领导国家 想想 哪位政客没有过失误 就像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场上的失误 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伟大的军事家 拜登的政策和执政经验才是他真正的优势 毕竟 击败特朗普可不是一场辩论能决定的 这需要更全面的策略和执政实际 楚天书 你这么说就好比说泰坦尼克号的冰山只是一个小失误 一个总统的辩论失误巨大的影响可不是随便可以忽略的 拜登的健康问题和精神状态已经成为焦点 他的停顿和失误让人怀疑他能否应对高压的总统职位 这不仅仅是一次辩论失误 而是国家领导力的考验 民主党真的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冒险吗 谢奇奇 说拜登的辩论失误就像泰坦尼克号撞冰山 那你可真是夸张了 别忘了历史上还有许多领袖在初期被质疑 结果却证明他们是伟大领袖 比如林肯在总统竞选初期也多次被质疑 但他后来解放了黑奴 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拜登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和人脉 他的政策和执政表现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 楚天书 你把拜登比作林肯 可真是给了他一顶不合适的高帽子 林肯可从来没有在辩论中发生这样的失误 事实上 拜登的失误让民主党内部都开始担心他的竞选前景 这不仅仅是一次辩论 而是连续不断的错误和精神状态问题 你知道吗 根据最新的民调 有超过50%的选民认为拜登可能无法完成一个完整的总统任期 这样的数据可不是用几个历史故事就能掩盖的 谢琪琪 你的数据确实有点吓人 但别忘了 民调经常波动 就像股市一样 今天跌了 明天可能就涨了 拜登的执政表现 如经济复苏和疫苗推广 这些成绩是真实存在的 正如莎士比亚所言 过去的错误并不代表未来的成就 我们应该给拜登更多的支持 而不是因为一次失误就判他死刑 楚天书 你的乐观让人佩服 但现实是残酷的 拜登的健康和精神状态问题 已经成为一个持续的担忧 这不是一次辩论失误能解释的 当一个总统无法流畅的应对挑战 这对国家安全和全球形象都是巨大的风险 就像一个要上战场的将军 如果他在训练中频繁出错 士兵们怎么会有信心呢 民主党应该认真考虑换人 以确保击败特朗普 这才是他们真正的任务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 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嗨,各位亲爱的观众和读者 欢迎来到六度世界 今天我们要聊聊 美国政治大戏的新篇章 瞧,拜登总统最近在辩论中的表现 引发了一场风暴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 这场惊人的停顿辩论 拜登在辩论中的表现 简直就像突然间断了讯号的直播一样 这让不少民主党人心惊胆战 担心他是不是还能够击败那位永不放弃的唐纳德、特朗普 大家都在问 拜登还行吗? 他的团队却一副已经翻篇的态度 拿出了一副我们不再讨论这事儿的架势 像是说 各位 咱们继续向前看 拜登的助手们可是自信满满 他们坚信这位81岁的总统依然能够挑战特朗普的大旗 即使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 记者们抓住不放 问起了拜登的健康状况和精神状态 他们也毫不动摇 总统即将在北约峰会上举行单独新闻发布会 肯定会再次面对这些麻辣问题 拜登的长期顾问居然还甩出了一个铃 表示拜登从未考虑过退出竞选 这听起来就像是说 什么退出? 不存在的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拜登的团队这么坚定? 原来 他们相信只有拜登能够成功击败特朗普 这就像是在说 我们有绝对的信心 拜登是那个能拯救世界的人 总统家人也全力支持他 甚至在辩论后还曾想过解雇一些高级职员 这可真是家庭内部的支持和决心到了极致 然而 国会山那边却不像白宫这么乐观 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民主党人都在私下表示担忧 这些话题在他们间持续发酵 一些议员觉得拜登总统的信函完全忽视了实际存在的问题 甚至有位议员直言不讳地说 这封信的语气就像在说 去他妈的 这些对话让人觉得 拜登的内部圈子和国会山之间存在着某种裂痕 在这种背景下 民主党内部的焦虑情绪显得尤为突出 一些坚定的拜登盟友仍然试图保持乐观 像是给自己打气一样 但更多人却无奈地表示 拜登的状态似乎在走下坡路 参议院那边 几位重量级参议员甚至直言拜登无法赢得选举 这让人不禁捏了一把冷汗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态度也是一脸无奈 仿佛在说 这事儿我管不了 你们要是觉得他该退出 就自己去跟总统说吧 总之 这场政治大戏中的各位角色 都在努力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记者们继续在白宫施压 要求更多的健康和医疗记录 新闻秘书卡林 让皮埃尔也在努力迎接这个挑战 这一切让人不禁感慨 政治真是个充满戏剧性的世界 每天都有新的高潮和转折 好了 今天的六度世界就聊到这里 我们会继续关注这场精彩的美国政治大剧 敬请期待下次的更新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